各位觀眾大家好,今天特地找一件紅色的衣服 襯托這條影片跟大家講一些關於男女情愛的話題 同時講之前,今次也先介紹襯托這條話題的一些後面的書本 在左手邊有日本的作家道邊純一的兩本書 就是《丈夫者東西,男人者東西》 在右手邊有一本《男女大不同》 和《兩性關係小節詩》 是香港一個已故的時事評論員作家李怡先生 前面有一本《致性情書》 和《我們是這樣傷害盜女好的》 這裏的作者是吳敏倫,香港一個知名的教授 他退休了 稍後再講一講這本書 今天為何跟大家講一些男女情愛的話題 大家都知道兩天前2月14日就是情人節 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的情人節快不快樂呢? 很多人會強調什麼什麼快樂 今天又有人日各種的快樂 兩天前因為情人節 回到公司 跟公司有些男性同事 講起老婆老公的問題等等 同時其實在我過去一個月 也偶然在Youtube裡面看到三個Youtube頻道 包括Coco哥、鬆仔等等 那裏面都講起很多原來來英國 遇到一些問題就是一些 夫妻關係、情侶關係 尤其是夫妻關係 尤其是夫妻關係 有很多爭執的問題 還有Coco哥哥 至少好像一條 我看過一條 好像有兩條影片 就是他訪問一個律師的朋友 原來也有很多他們的行業 來到了英國之後 申請離婚的個案 也多了 而在我來到了英國這十九個月左右 也都認識過一些早期 二、三十年前已經來到了英國居住的 一些香港的中年女士的人士 認識了至少有四個 原來他們都已經離婚了 子女也都大了十幾二十歲 有些二十幾歲 這個也都在我這條的頻道 經常有些話題講 人生的問題就不是新老病死 是這個離不開家庭、情愛 各種人際關係難題 和貧窮這四大問題 反而健康也是次要的 反而健康是你人生 唯一能夠相對容易 控制到的問題 你懂得了解健康的知識 你基本上就沒有什麼 大的健康問題 而情愛是四大問題的 其中一個也都佔比例很重 所以如果了解到一些 關於男女情愛的問題 一些知識也好 智慧也好 都會令你減低人生的煩惱 甚至痛苦 影響你可能一些未來的人生命運 今天我統壇 大家講一些男女情愛的話題 是什麼呢 因為男女問題都有很多類型 不說太多 今天主要跟大家講兩點 就是跟大家去探渡思考分析 你有沒有思考過 你為什麼會需要男女情愛 我之前有些影片講過 簡單來說 其實只是與生俱來的需要 不是愛情有什麼偉大 其實都是彼此一個需要 但是問題就是 現代的男女情愛 大概一百年前 那個離婚率 就不是那麼多 但是過去一百年後 尤其是幾十年之後 那個離婚率就越來越多 尤其是一些發達 開放的社會 自由的社會 離婚率最多 那些武功自由的社會 離婚率沒有那麼多 那什麼原因去導致 以及怎樣去減少 或者解決這些問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思考 尤其當你如果 你有面對這些男女情愛的煩惱 和老婆老公的關係等等 這些問題 有沒有時間去思考 怎樣去減少避免解決這些問題 當然你思考完 可能都解決不了 但是如果你有思考這些問題 可能至低限度 即使你解決不了 都會相對令你減少這些問題 或者令你知道 大概怎樣可以 去應對面對這些問題 甚至包括一些自己的問題 先跟大家說 就是 現代的男女 其中一個為什麼 離婚得那麼大的問題 我自己個人的觀點 跟大家去看 簡單來說 就是因為女性變強了 男性變弱了 而其中一個原因導致 有些其他話題影片 就是人類的歷史 有很多事情 往往因為很多偶然因素 或者某個人物 導致大多數人的命運改變了 其中一個男女的變化問題 其中一個人物影響全球男女的問題 為何會導致女性變弱了 或男性變弱了 產生一些男女問題 先說一個人物 就是 這個人物 法國的一個知名的存在主義的作家 他譯作中文叫西蒙波娃 和另一個哲學家沙特 是他的終生伴侶 他是一個女權運動的創始人之一 他也是很大力的推手 亦都因為大概在一百年前 因為這位女士提倡的女權主義運動 思考女性過往被男性的壓抑 這是有好處的 另一方面 我以前有些影片說過 我最反感的是 中東社會有些 以前的封建制度 我們中國華人社會 都是那些所謂的 迫女人襲腳 就算今時今日 中東社會仍要迫女人帶頭巾 或者在印度 那些女性地位相對低 這個女權主義 帶動了很多女性的自由 或者注重女權 尊重女權 那些權益 這是有好處的 但正如人類的世界 很多時候都往往有正反兩面 或者他有好的一面 但也會帶來 現代科技 有很多帶來的方面 但也會製造很多問題 給現今的人類 同樣的女權 運動的西蒙波蛙 它帶來 令女性被尊重的地位提升 但同時也會產生很多男女情愛的問題 這就導致女性地位高漲 此消彼長 平衡變成男性 還有現今的社會 很多現代人 以前的男性 或者幾百年前 幾千年前 很多男性都有 需要被迫去解決問題的能力 強壯身體 有那些男子氣概 但現代的男性 尤其是過去幾十年 社會比較安穩 富裕 很多小時候成長 受父母的寵愛 那些男性 往往會以父母親 父母親 那些 到自己獨立 去成家立室之後 結婚 往往有時候 是不太懂得解決問題 而這個 就是其中 各種因素 導致女性的權威 女性的地位 提高了 男性 又因為各種社會的情況影響 那個男子氣概就少了 我有一些故事 和大家分享 過往我見過 有一些女士 一些女性的同事 二十幾歲 結長婚 結長婚又生了兒子 老公也是二十幾歲 去她家裡聚會探訪 那女同事 在同事面前 突然罵老公 你是不是死了 這些話 如果以前 一百年前的女性 就不會這麼容易 說出這些話 我們香港人 說回香港人 有所謂 港女的脾氣 小姐脾氣 等等 還有我也都見過 一個 剛才說過的故事 是年輕 一個年長的 兩夫妻都白髮了 沒有八十歲 都有人七十幾歲 那時候 在荃灣住 有一區的余景新城 住過 就在我們樓下 經常搭電梯 有她會見到 或者外出逛逛逛 都會見到 我經常見到那位女士 那位婆婆 她又很喜歡 經常都會罵她的老公 批評她的老公 當街 有時見她的老公 她沒見過她們拖手逛逛逛 她的老公 離遠距離遠距離 即是在電梯裡 困住 她的老公 被她的老婆 被她的老婆 嘻嘻嘻嘻嘻嘻嘻 她的老公 當她聽不到 或者另一面 即是那種 這個 大家有沒有 尤其是香港女士 在這方面 香港的女士 在這方面 大家要了解一下 其中一個 雖然女性的地位 提高有好處 但同時 亦都令到部分的女士 不知不覺 在一些 情況下 很多一些 言語 說話 態度 導致男人 很沒面 很沒地位 剛才我說 在同事面前 當中罵自己的老公 或者男朋友 也好 這些就會影響男人 對你那種感情 那個程度 慢慢會變化 即使白頭到老 也好 白頭到老 也不一定是好的 有些只是因為 所謂的 還捱著她 她不是真的 感情很好 傷害到老 那種 這個也是不好 甚至導致 很多分手 譬如我遇過一個 女性的朋友 二十多歲 二十三四歲 二十三四歲前 她已經有過五段 拍拖的感情 聽她的朋友 告訴我 大概 我也見過她幾次 了解一些情況 就是她的嘴巴 很厲害 厲害 不是她說話 是她批評很厲害 對於男性的男朋友 很多要求等等 很多批評 結果 脾氣又大了 導致一段 兩段 三段 感情多一段 已經是現代感情 其中一個問題 感情越多 不表示 所謂的感情經驗越好 反而令到你 對每一段感情 都愈來緣步順順 因為你都不知道 每次都是三幾個月 課仔 一兩年都會玩完 即使結了婚 都離婚 現今兩三段婚姻 離婚 都不出奇 甚至有些人認為 男性出去嫖 或者 那些問題 或者去出軌 或者去勾引其他女人 其實這個 就這樣聽到很負面 男性很差 但是另一方面 其實女性裏面 可能有部分 或者不止部分 也都有不少問題 其實是女性 你自己 導致那個男性 開始對你 越來越 心坦 他自然會 花心 變心 等等 尤其是男女性 就是這樣 初初認識的時候 男性就特別 有風度 女性 在初初認識的時候 也都會相對 展現溫柔的一面 但是這些 往往不是真的 都慢慢 懂得耐準之後 大家的真面目 就會出現 所以有些男性 因為變心 出軌 這個也都不完全 只是怪男性 可能有部分 不少 跟女性 那個 現代 現在 所謂香港的 港女 那些的脾氣 是有關的 這個是部分 很多的香港女士 女性 女性 是自己 沒有什麼注意 我又說了一個故事 大概 2016 2017 年左右 我看過ViuTV 有一個節目 他安排了 不知道 兩個 還是三個女性 跟三個男性 純粹說電話 看不到樣子 跟這三個男性 跟這三個女性 說完電話之後 就問這三個男性 你會選擇 哪個女性 想跟他結交 那樣 說完三個男性 其中有一個女性 她說話 是最溫柔 得體 斯文 我忘記 是全部三個男性 至少有一個男性 很強烈 她說一定想結識這個女性 但其實背後 ViuTV 真正的測試 就是類似遊戲測試 最溫柔的女性 其實她的外觀 是最差的 是完全不漂亮的 這裡又給大家參加 其實女性最能夠令到 簡單來說 就是你的外貌 另計 或者你有多少的 錢財學歷 是另一種 一般來說 說純粹性格內涵 最能夠令女性 寬心的女性 其實很簡單 就是溫柔體貼 說話斯文大方 溫柔包括什麼 很簡單 不要這麼容易發負氣 脾氣 類似剛才說的同事 你不是死蠢嗎 老人家 老婆婆 經常罵老公 怎麼會令到男人有歡心呢 還有就是 不要說粗言威語 或者不要女性喜歡 女性圈子較多 男性不是沒有 但相對女性 就是所謂講是講非 自己作為男性朋友 知道自己的女性 經常都很喜歡講是非 你都會自然覺得他人品沒有 你自然都會令他喜歡的程度 也都會減低 也都可以簡單點說 就是叫做 女性能夠令男性 得到男性的呼吸 就是大方得體 簡單點來就叫做 日得廚房 出得廳堂 還有其他的就是 這些叫做基本的東西 就是人與人 不一定是男女的 你對那個人 你喜歡他的時候 如果那個人相對善良的 你都會喜歡他多些 那個人 經常都兇神惡殺的 你都對他沒有這麼好感 同樣應用在男女情外方面 女士怎樣留住 前兩天在公司男女同事 就講 我跟他們講一些 很簡單的幾句 怎樣令到 純復 男人怎樣令到 純復女人 或者女人又怎樣可以 純復到男人的心 不會那麼容易變 這個其中在女性的部分 你簡單點就是 做到一個溫柔的女性 不要隨便 即使有問題也好 或者有時大庭廣眾 朋友圈的 有些我見過的 有些女性朋友 有些朋友 經常隔過男人 所謂我們香港人 隔他 經常都疾他的 或是疾得多 男性沒有面子 在初初或者遷就一下 遷就得久一點 那就不遷就 那就又分手了 這個就是很簡單的原因 即使有問題也好 簡單 只剩下兩個私下 拿出來去探討 談談 那些 就好過大庭廣眾 當街當行 又發負氣 發脾氣 發脾氣 或者不信花又怎樣 很多要求等等 這些女性 往往都會令到男性 就會被知側吉 慢慢 初初認識你 因為你的外貌 吸引 大色內掌之後 你的內涵 有這麼多的問題 慢慢 你多漂亮也好 都頂不住 頂得你一年頂不到兩年 那就分手了 這個是部分 給女性去參與 反過來男性 又如何呢 男性今時今 剛才說了 男性就變弱 很多今時今日的男性 因為在過往世代 父母很笨 男性很多時候 有很多問題 父母幫你解決 很多男性 不會去處理解決問題 而男性 能夠令到女性的歡心 留住女人的心 有其中一個 很簡單 就是誠懇 和成熟 要有勇敢 誠懇 包括 真誠 你對你的伴侶 那種的真誠 就包括 不要這麼容易 就在那裡說謊 明明想去 聊緊女生 又不是 今時今日 有時互相去 手機等等 其實這個也適用於 女性 但是在男性方面 那個成人的重要性 就更加重要 不要隨便去說謊 令女性 要對你有信心 因為女性 對男性其中一個 沒有信心 就是男性 那個天生的本能 容易向外追求 有花心 變心 有異性的吸引 今時今日 不是今時今日 其實 不過今時今日 在明明 很多男女的分開 其實都離不開 因為有第三者的介入 出現 就最容易導致分手 而這個真誠 這是其中一個 能夠留住女人的心 令女人去信服你心 還有一個就是成熟 成熟的意思 就是包括處理各樣困難 問題的這些能力 一個不成熟的男人 很難要求他 怎麼解決問題 問題有很多種 包括一些 可能老婆和媽媽的 一些婆式關係 但是這些都已經是 很多人 很多男性 都不懂得處理 男性 想著兩邊都不得室 其實一樣的問題 仍然存在 你要懂得 如何處理 解決問題 這個是很重要的 但是這個 很多男性不知道 還有就是 這個包括 控制情緒脾氣能力 剛才說 女性脾氣 其實男性都是一樣 今時今日 有些叫少爺脾氣 因為你小時候 受父母寵愛 什麼都習慣了 滿足 要求是我要這樣就這樣 媽媽老爸 又給我的習慣獎 很久一些 一下子的脾氣本性 改不了 追求女性的時候 可以暫時壓抑著她 不流露出來 當認識內長的時候 慢慢的脾氣 男性的脾氣 同樣會流露出來 發負氣 發脾氣 同樣會導致 這個就是男女 都適用的 或者任何人際關係 都適用的 你很容易發脾氣 始終不會令人 會長遠 會喜歡你 同樣 男性都一樣 解決問題 那個能力 成熟 這些成熟 包括控制情緒 還有一樣 就是 勇敢 勇敢 也可以叫做 有勇氣 比如 有些女性 都會說 她很男性 你今時今日 很多男性 經常在打機 又不去做運動 不去鍛鍊身體 癢癢瘦瘦瘦 因為肥豬大隻 吃得很肥 這些 怎樣去令到 你自己外形都沒有吸引力 你自己對我鏡 都不高興 這個勇敢 包括一些外形 有一個適量的運動量 不要所謂的責任 只是有空 就只顧著要打機 你這些男性 又怎會長久 令到女性 喜歡 譬如 我來英國 大概三年前 有些香港的 觀眾 都看過一條影片 有一位女士 帶著兩個孩子 移民來英國 接著她在訪問中 女性抱怨她的老公 她好像是開巴士 她好像是小學的教書 還是校長 不記得 在訪問中 反映女士 對男性有很多不滿 很多問題 不懂得解決 只懂得顧著 有空就打機 這些 會導致她 不過因為生了兩個女兒 又不會那麼容易 如果她年輕 再選擇 可能她不會選擇這個男士 這些也是一些現實的問題 例子故事 真實的故事 讓大家去參考 有時 尤其是 當一個男性 遇到一些 我見過不少 在街頭 有些 突然走過 碰到 然後對方惹了 那些男性 就有點脅 有點脅 害怕 還被對方兇 罵 自己又不膽 不膽 反正要女士 去保護那個男性 這些 亦都會 失去那種 男子氣概 導致女性 可能會導致 慢慢對你 沒有信心 沒有安全感 等等 這些都是 剛才所說的 成狠成熟 還有勇敢 這些等等 這些問題 去令到一個 男性 怎樣能夠 留住女性 還有女性的強 都是因為男性的弱 強的意思 不是要你強 變成一個 什麼都以你為主導 大男人主要的那種強 而是你有適當適量的 那種男子氣概 那種強 反而你會 尤其男性 譬如 聖經裡面 也有一句名言 男性是女性的頭 頭的意思 並不是 男人 什麼都是以前 大男人主要的那種頭 有些作為男性 是一個帶領者 會令到女性 會安心 我的男人很成熟 懂得去解決問題 懂得去處理問題 家庭有什麼問題 他懂得去分析思考 可以解決 令到女性 心悅成福 明明想發脾氣的男人 的女人 明明想發脾氣的女人 發悔的女人 因為有個這樣的男人 他那個脾氣都慢慢 會修煉 不然會失去這個 這麼好的男人 他便減少他原本那些 但不然會互相 始燒比獎 女性又會發脾氣 很強 男性又是邊弱 但又不奮氣 來不來爭拗 結果會令到很多 男女情愛的問題 爭拗 分裂 分手收場 即使不分手 都不會和諧共住 在人面前 就扮風笑 私底下 經常有很多爭拗 這些男女情愛的關係 在現今社會 都不少了 這裏主要跟大家 探討 分享 分析 給大家了解一下 一些基本 簡單 爲什麽今時今日 男女情愛 出現這麽多的分手 能夠收場 爭拗 等等問題 如果你想怎樣 留住 女人怎樣 留住男人的心 男人又怎樣 去馴服女人的心 可以令到他 剛才這些問題 可以讓大家 值得去參考 最後 再分享一下 這裏 這本書 剛才說的 吳敏倫教授 和徐梅的愛情故事 之前我在其他愛情影片 也有提過 這本書 值得推薦給大家 不過現在不知道 還找不找到 你可以嘗試去找 就是推薦給大家 我形容這本書 就是 這裏除了分享 他們 由他們一些 好戲劇性的情節的認識 在二十幾歲的時候 認識之後 一直到傷害到老 現在七十幾歲 五十年的婚姻 有很多人生的經驗 包括這個教授 他是一些心理學者 在過往香港 也有一個出號 被稱為聖博士 有很多家計會 很多顧問 包括政府 有些家庭問題的 一些諮詢 都會請他做顧問 他有很多不同的銜頭 當然他退上休了 過往的時候 在香港 尤其是你只有四十歲以上 可能多多少少都會聽過的名字 尤其是那個出號叫聖博士 他講到很多男女問題 性愛的問題 那些知識去分享 他包括他現在都還有一條 YouTube頻道 在網上去分享 那這本書裡面 除了分享他們 一些愛情故事 也都分享我形容這本書 等於愛情的秘笈 一些智慧的秘笈 有很多需要注意 可能你不注意到的事情 為何導致很多爭拗 為何選擇伴侶 會影響你一些 將來的人生命運 你是不知不覺 由你很早期的時候 就不知不覺 可能造成你將來的感情命運 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都有一些的分享給大家去參考 所以如果你有機會試一下 如果有興趣 就看看能否找到這本書 這本書 這裏《至聖情書》 都有講到一些 以前的年代 喜歡書信來往 寫一些書信 裡面 最值得推薦就是這本 裡面有很多 他順便分享個人的愛情故事 他們夫妻除媒 之間愛情故事 還有一些意見 給一些讀者去參考 好了 今天 因為我這條頻道主要是講解 人生話題 人生問題 其中一個男女情愛問題 都影響很多人生的 困苦煩惱的問題 所以偶然 我都要和大家去 說一下 男女情愛話題 好 今天暫時和大家分享多久 拜拜 男生 外科